五谷区陈州国小在上学期开办了泰语课程 学校感谢家长委员 本身也是泰国新著名的李庆美 在完成相关的研习和认证之后 可以顺利在学校开课 指导有兴趣的学生来学习泰语 套曼杆 好棒哦 那最后那个是送单了 无体你们两个都答对了 给自己掌声 无论是指导老师还是学生 都穿上了泰国传统服装 这是陈州国小每周一次的泰语课程 由家长委员 本身也是泰国新著名的李庆美 担任指导老师 奴金拐条卡 奴金拐条卡 小孩子有那个发 小孩子要学习什么语言 刚好小孩子要学泰文 泰文的时候主任就打电话跟我说 青梅妈妈听说你是泰国人的 你有没有信息要当那个 叫那个泰语 那时候我就 再想一下 然后就 我也是再想一下 因为我国语没有那么很好 我说好试试看 然后我就去 政府在有培训嘛 然后我再去上课 想要成为学校的泰语老师并不容易 除了初期要先参加研习 以及取得认证之外 后续还有进阶的课程要参与 校长感谢老师 愿意花费时间跟心力来帮忙 其实我们跟青梅老师 就是我们的泰语教学资源老师 我们也一起常常在做专业的对话 那我们也邀请老师一起加入我们的 专业成长的团队 然后我们共同去开发教案 那我们订定 因为是泰国 所以就订定了一泰万千 泰是泰国的泰 然后我们共同来发展 这个每一节课的教案怎么去 因为像今天上课是吃的饮食 那可以从食衣住行 小朋友的生活经验去着手 那我们这个教案呢 当然也有前侧跟后侧 还没有上过课之前 小朋友对于泰国服装相关的 可能不怎么了解 上完课之后我们再来后侧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 同步也发展教案 那我们也去把它做一个会整 去送去国教署 去参加全国的教案比赛 我们也得到全国的优等第二名 虽然课程原本就有既定的教材跟教科书 但是老师还是相当的用心 自己制作了图卡以及字卡 也会以游戏的方式来上课 希望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记者方见凯琳锦鱼 五股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customize 守贤 智 智